澳大利亚的懒人被动投资有哪些呢? 混合型基金、科技基金、亚太基金、新能源基金、政府债权基金、地产基金、 矿业能源基金究竟哪个才适合我们?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澳洲基金分为四个板块 分别是 1.澳大利亚本土基金 2.全球资产配置基金 3.宏观基金 4.商品基金 今天我们针对第二部分澳大利亚本土基金中的行业基金给出几个推荐 1.全球机器人类公司 基金代码ROBO 推荐理由 在欧洲、美国和澳洲筛选同机器人有关的上市公司 享受未来物联网和AI升级的红利 2.亚洲科技基金 基金代码ASIA 推荐理由 选择亚洲地区最有创新性和颠覆性的50家科技公司 其中不含日本公司 3.全球气候类基金 基金代码ERTH 推荐理由 在全球选出100家和碳排放有关的公司 这些公司有50%以上的收入与减排服务相关 4.全球金融类公司 基金代码BNKS 推荐理由 该基金投资澳洲以外的世界各大银行股 包括摩根和汇丰等 分散银行股投资风险 5.全球药类基金 基金代码DRUG 推荐理由 选取除了澳大利亚以外的全球医疗保健类公司所组合 6.全球半导体类基金 基金代码SEMI 推荐理由 半导体短缺问题大概率继续持续到2023年 该基金包括韩国、台湾等地区的芯片类上市公司 7.全球清洁能源类基金 基金代码CLNE 推荐理由 全球30家最大流动性最强的清洁能源公司组成 8.全球消费类基金 基金代码IXI 推荐理由 由全球消费品行业的主要公司组成 消费行业属于防守类板块 适合在未来经济预期不明确的经济环境中配置 9.全球云计算基金 基金代码CLDD 推荐理由 云计算在虚拟世界中的地位 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水资源 极其重要 下一期 我们针对全球资产配置基金给出分享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心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